HELLO TESTING TESTING TESTING! 1 2 3 剛巧... FITS在那邊 WAVE 的大本營 去做完這個運動後 輪到我Daryl 在韓國濟州這邊 去跟你做過Live 這時候我看到有兩個觀眾 有三個觀眾 如果你是在看的話 你可以和我看看我的connection是否適合 因為我現在就在韓國的濟州在一間民宿裏面做Live 我現在就在用一隻這樣的Wi-Fi彈 就是...Crazy Egg 租回香港的時候 所以不知道那個connection會不會適合 你看到我鼻子都很紅了 因為今天也是 今天踩單車在韓國的濟州第一天 忘記了塗太陽油 有兩件事很重要的錯誤 就是忘記塗太陽油 以及忘記帶花士靈過來 這兩件事下次真的要記得 這個時候我希望你可以給我一點時間 因為我要把現在的這段Live片放上滾動吧那邊 來等等啦 很快 其實今天就發生了很多事 呃... 都是一些很... 我交給... 交給... 陳平平幫我做這件事先 都是... 一些意料之外的事來的 呃... 還有呢 希望呢 你可以... 呃... 在留言那裡留言給我 跟我們交流一下啦 因為... 始終都有一個Live啦 Live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可以... 跟你去... 去... 聊天嘛 那你可以問我問題的 那我也會說一下我今天發生了什麼事啦 那你見到我呢 眼袋出光了 很累很累 因為呢 昨晚是凌晨兩點鐘 就... 上機 然後... 早上六點鐘呢 就走出這個仔州機場的 那去到現在啦 那我都沒有那麼累啦 所以我... 我呢 就... 啊... 另外一個人呢 他更加累 那我現在馬上... 呃... 調住那個camera先 我們去看看這個... 陳婷婷... 的樣子 哈囉... 大家好 為什麼戴帽子呢 哈哈... 我剛剛睡醒啦 其實是還沒睡醒啊 我是睡了一個小時左右 是 我想說我沒share到你那條片 好啊 那你繼續說話 你讓我share 你share 你今天... 你講一下你今天早上的行程先 我是... 我們昨晚是... 是... 沒有睡那幾的 就兩點鐘上機啦 然後之後四點鐘 四五點去到... 五點鐘去到韓國啦 是... 去到仔州啦 那又在那裡等 就... 喝了一杯咖啡 在那裡等個人來 接我們去拿單車這樣 接五點鐘 還要等到八點鐘 是... 那要... 謝謝韓國觀光公社 因為呢... 他就... 為我們... 除了... 和我們準備了... 我們出發之前的... 一些資料之外呢 他都和我們聯絡了... 這一間單車店的老闆 那... 這個老闆呢... 就很好的 他呢... 專程在機場接我們啦 然後去到他單車店那裡 不是啊... 對著你好一點 我不要對著我 你收視率高一點嘛 我不會啦... 那... 他專程就請我們 單車店那裡租單車的 那... 那... 而... 而去到單車店的時候呢 發覺他已經準備了兩架 很有型的爬山單車給我們啦 嗯... 不如你過來 好啦 唉... 見是你邀請我過來 其實這裡其實有很多張床 這裡是一間... 在... 大靖... 的民宿來的 和大家介紹一下 這裡有很多張床 那... 那... 就是一個合宿來的 在... 在... 轉回來先 啊... 啊... 哈囉...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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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單車店老闆啦 因為他... 他很好啊 他... 跟我們... 講了很多... 譬如我們遇四天啦 那...他跟我們講了四天呢 我們應該... 行程要去到哪裡 還有他給了一張很有用的地圖啊 那...你拿著先啦 我拿一張地圖 但今天遇了很多地方都很漂亮啊 譬如我們... 一... 去到就看到櫻花啦 那... 好像下雪那樣啦 那... 好像很有型的嘛 在那裡... 踩單車啊 那... 那... 之後... 就... 是不是去了一個 Tiffany Blue的沙灘啊 是啊... 那... 你說你很想去那個 我們都經過了 我想說 但是... 圍著半個圈 所有海灘的... 水呢 都是Tiffany Blue的顏色 是很清很清 是清得是玻璃水 那... 那... 真的很想... 跳下去... 游泳 對... 那我先在這個褲袋裡面 找回來 找到了 找到這個已經接了 的地圖 這張地圖呢 是... 比起我們之前 拿的地圖呢 更加有用的 登登 整個島在這裡啦 它最有用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 首先它... 咦... 我們是這邊 對不起 它最沒有用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 它是韓文來的 所有都沒有英文的 所以這兩個都幫不了我們 不過它最有用的地方呢 就是... 它在... 有... 有分幾個站啦 譬如這裡去到2啦 那4啦 那譬如... 第一站 就... 在那個... 雞... 雞場那裡呢 去到那個豬場那裡 哈哈... 在那個機場那裡呢 第一站這裡呢 去到這裡呢 它會寫了的 這裡很小的字 寫了呢 是有幾多公里 有分... 呃... 還要有分... 紅色和綠色的 那紅色呢 是要走遠一點的 對啦 綠色就是這一條啦 那基本上 整條綠色你跟著走 就不用用腦了 那就可以圍住了整個... 的... 島的啦 那... 我們今天... 我...我...我... 繼續講完這裡先 好嗎 就是... 綠色就是... 1132啦 就是這一條公路啦 其實你就還到就可以 跟著這條... 這條線走的 那...但是它... 畫就畫一條線 其實它不是由一條公路所組成的 就好像台灣的1號線那樣 它是由很多條不同的小路 然後在那裡畫一些指標呢 把它連成一起 就變成一條... 可以還到的公路啦 那...這條線呢 它就畫了給你聽 比如... 10.2公里 這裡到這裡是10.2公里的 那...如果你想 走... 超近海邊 那你可以繞進去紅色這些 那... 那來不來會有一些紅色的線出現 那你就可以... 有時間啦 有腳力啦 你可以繞進去這些位置 那它更加會告訴你 那如果你不走綠色啦 走紅色的話呢 是會長了幾多的 那這件事很有用 因為呢... 因為呢... 我們... 今天跟阿...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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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這一點點叫 不好意思... 因為它的名字是韓文 那... 就... 由這裡... 即是我們告訴它 我們想四日踩滿 但是我們又貪心喔 想去到牛島 就是這個啦 所以它就推薦我們呢 如果你四日踩滿 你不去牛島的話 第一站可以停在5這裡 5這裏就是重重 但如果你想去牛島就要加快腳步 就要去到6這裏 第1日停 6這裏呢 這個我懂得讀的 這個叫做大靜 大靜 這樣 那 所以我們今天就 走 其實一開始在上面 由這裏 去到差不多4這裏 都很多東西看的 沿著又有些龍頭岩 海邊又很漂亮 有很多不同的風光體 所以我們就不停停 拍照 又有櫻花 又有油菜花田 我拍了很多相片 這些相片你可以在 明天的Feeds那裏 就會有一篇文章 你會裡面見到一些漂亮的相片 那也都有一些 私人蔣田 總之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那就停了很多時間 那但是 去到好像大約在四附近開始 不是 三附近開始 一路打下去 你看到它進了內陸 就見不到海邊 而都一路去 是很悶很悶的一條直的平路 是完全是 不知道做什麼的 就是在那邊狂踩狂踩狂踩 於是我們就 跟著這條路踩 我們中間也有繞出去這些位置 但是我想說我們踩的時候 不是跟綠色 不是跟紅色 是跟藍色 它1132 地下那條線是藍色的 但是呢 其實這裏表現是綠色的 其實就是這條線 但是我們好像是跟了紅色去踩 我們有跟 我們有跟藍色 然後有跟紅色 有跟藍色 有跟紅色 有跟紅色 因為我們想看多些沿途的美麗風景 那 最後到我們停下來 突然間 陳兵庭問了一個問題 什麼 哈哈 我問了很多問題 對 陳兵庭就問 咦我們現在 去到哪個位置 於是 我就以為自己 仍然是在這個位置 誰知拿個地圖出來 看一看 原來我們已經來到這裡 當時 我們就踩了 差不多六十多公里 其實六十多公里 就這樣踩了 好像很少 但是 我們今天 譬如搞定那些單車 就 就 有 就已經 差不多十點了 十點才出發 哎 錯了 十點才出發 那 加上我們要去吃飯 然後 沿途又停了很多站 去拍照 我們不想浪費了風景 不是說一下子踩過就算了 所以 其實 都幾 幾趕的 那段路 幸好之後那段路 沒什麼看的 就是一條直路過的 那 終於去到六號 即是大靜立 我們現在就來到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呢 其實沒什麼看的 因為 都幾小的 那 還有 這個地方之前的地方叫漢林 漢林你好像有話說 漢林? 是啊 你不是說有條村子嗎? 哦 是啊 很有趣的 嗯 我們 首先經過一個 好像老婆 即是好像老人村 你會見 一路踩單車的時候 你會見到 身邊所有人 全部都是老人家 那些老人家 就是拿著一架 可以坐的 車子 那樣 是每一個 對 很多老人家 是沒有見過一個 年輕人的 那我就 叫了那條村 叫老人村 那經過老人村的時候 就變成 先人獎村 先人獎村 很多人中先人獎 不知道為什麼會 一地都是 是啊 整地都是 你一路踩單車的時候 他 右手邊 全部 那些田 那些所有東西 都是先人獎 這些全部不是草 是先人獎 來的 這件事是很恐怖的事 譬如 因為他是一條直路 如果你不小心 卡了石仔 或者任何東西 你整個人飛起來 你全身都是像 還有今天我們其實 都看了 看了 把我們離濟州 想看的東西 看了七七八八 第一天已經 因為看了櫻花 櫻花 櫻花去拿張照看 其實都post了一張照片 今天 在軍動版 我post了一張照片 是嗎 是瘋了 哇好漂亮啊 好像下雪一樣 對 接著就 看了油菜花田 接著 又看到有海女 在岸邊 在搜索那些海產 其實都看了七七八八 我們想看的東西 不過呢 都很多很有趣的事發生了 我現在很多相片在手上 我嘗試拿這些出來給大家看 但我想說 我今天真的很累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我是沒有踩開單車 然後 不夠睡 是沒有睡過 然後就踩了六十幾幾 那我現在呢 是累到 瘋了 這樣 這個呢 就是那個 這個單車呢 就是那個老闆 租給我們那架單車 來的 其實真的幾靚仔 不過這裡不是看得很清楚 好 那 還有呢 很明顯呢 在濟州他們 濟州人 是 很 就是 很尊重海女 這個 傳統文化 職業 因為 一路 踩的時候 附近都看到很多的石像 那這些石像 都是一些 海女的石像 還有很奇怪 不知道為什麼這裡 我不知道 純粹靠古的 就是 斷古武痛苦 那 看到很多 健身器材 真的我們平常在健身中 看到那些 那些 夾空機 在路邊那裡 有一大堆的 在路邊那裡 我在想 是不是 如果你知道的話 你可以告訴我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 你可以留言給我 那 是不是 以前 韓國 搞過奧運的時候 弄下的一些東西來的 因為沒有人用的 全部都放在這裏 很生瘦的 但是 但是你在路邊 無緣無故看到幾部 健身機放在這裏 都挺好笑的 我下次有機會拍給你 我這次沒有拍到 應該明天會有機會再拍到 還有呢 我們發現呢 嗯 我們想吃東西的時候 所有店舖 都是 韓文 是沒有英文的 那 還有 好像剛剛我們吃晚飯 就發現好像 雞和鴨 因為我們這個地區 是不好 甚少人會說英文的 幸好 我們這個民宿的老闆娘 就介紹了 我們 叫我們去哪間 但是那間 那些人又是不懂英文的 那他就寫了幾個字 你想看韓文啊 看看 上面這個呢 就是那間店舖的名字 叫做 那下面呢 那裏就是 那個 那個生意的名字 那天他幫我們寫了 你叫這個是送 這都是送夠量人吃的 就是叫 那個意思呢 就是煲 另外呢 如果你想喝酒的 喝一下這隻 那裏 很好喝呀 超好喝呀 這隻燒酒 超好喝 但是喝了一點 因為大家都 21% 1% 先說明一下 我們不支持大家做完運動之後喝酒 其實我們也喝了少許 OK的 淡口大有1% 高濃度但挺好喝的 即是它是燒酒 但它又不咬喉 它是甜的 對 人們說是大香 我平時在香港也喝不少 這個就是我們的豬肉煲 其實是蠻好吃的 但剛才看杜光亭和視影 真的很好笑 簡直是一壓汗 它不斷說韓文 我們不斷說什麼 就不斷說什麼 不知道不知道 還有很奇怪 我們經由北面到西面那段路 我們不斷看到有很多cafe 有很多是沒有人去的 有很多是正在建 還有很多民宿類型的 一些很漂亮的獨特設計的民宿 建了在這裏 這裏就不是叫hostel 這裏就叫guesthouse 在建建 有些人建好了 放在這裏 但也沒有什麼人在 那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是這個情況 可能現在真的很淡鬼 還是接下來會有個旺季 還是怎樣 是啊 真的很神奇 因為 我一踩的時候 我就發現 這個地方好像一個 超級寧靜的墾丁 所有東西都很有特色 啊 比如說 門口會弄些 盆栽 貓貓養的盆栽 那 有很多 超多間 但是又看到沒有什麼人去 那 給一個很快速的給你們一個 因為這段片都應該會放上網 不過呢 做live的時候 你就很難看到 那 這條就是走路的時候 那個片 那 你看到地下 有一條藍色線的 sorry 這裡是差點炒車 所以 所以變成這樣 我給你另一條 這條呢 不知道你能看到 右手邊有一條藍色線的 其實一直沿著 1132這一條 線路 就是這一條藍色線 它會一直這樣駁下去 但是它就不是連著同一條公路 因為它是由幾條公路 有時候它會上了行人路 那你就跟著它上行人路 因為可能車路比較窄 它會上了行人路 那你就跟著它 然後它又會穿過一個 一個巴士站 很厲害 有巴士站在那裡 然後它的線是中間穿過 你是不是有拍照 我有拍照 在相機上 不在手機上 這些都很有趣 而且它那些 單車和行人是同一條路的 都是行人路上面的 是 但是它的路就比較滑 那 就是一半半 都是 一半是類似 別人籃球場那些地 但是一半就是磚頭做的地 但是兩邊都可以踩 但是只要你在藍色線裡面 踩 那你就會安全一點 但是今天也有 都幾多大貨車 但是它不接近我們 OK的 是的 如果你是去過台灣踩爛車 是不是還了都好 台灣踩爛車 你會發覺台灣踩爛車 雖然它有一條一號公路線 但是都幾亂 因為你是跟機車一齊 搶那條線 那些機車在旁邊 放不放聲地過 機車就比你快 機車要避那些大貨車 那大貨車有時候 可能都會很接近你 那在濟州你就 我們暫時第一天 第一天就 看不到這些情況 因為其實 這條路都很闊 我們走的路 而且那些路都是新建的 所以 新建的意思是 這十年來建的 所以 安全是OK的 對台灣 我真的很累 我也很累 可能我用 我也很累 是不是拿了mountain bike去踩 我們那一部 對mountain bike 對mountain bike去踩 然後我們還要拿著這個背包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背包 還有這個背包 就放在車尾 然後踩 是 那 so far 都OK的 有很多暗斜 其實那些是OK的 mountain bike是好的 因為不用等得那麼辛苦 救救我的小屁股 想想一下 我現在的背包不見了 不見了 不見了 那你現在感覺如何 你雙腿如何 我 我覺得小腿 和大腿 是極度冤 現在 我怕我明天 應該踩不到 我明天 因為明天的行程 先拿出地圖 那單車老闆 他就說 明天我們的行程 會比較 比較 嗯 辛苦 他說 會多上斜 這樣 又調斷了 那明天呢 我們是由 這裡 去到 去到 這裡 去到這裡 去到這裡 去到 10 這裡 那這裡大概是 多少 大概是 17 17 17.2 加10.5 27 有沒有人馬上計算 27.7 38 39 39 39 49 49 49 50 幾 嗯 最少50幾 那 但是因為 50幾是不難的 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都68點幾 但是我們今天平路多 對 他說第二天這段路 就是整個島 裡面最難的 對 最多上 爬球 上下車的那些 那明天我們 七點半到 出發 對 應該是七點半到 我們起床 八點半到出發 OK 努力 加油 大家幫我們打打氣 好痛啊 其實我的腳 因為 我真的不是踩開單車的人 我覺得 真的超級冤 我冤得 怎樣啊 你不要經常在照鏡 我看不到自己 我想摔 他很想上鏡 不 我們現在都睡了 不過 睡前會拉下筋 大家不用擔心 我剛剛睡了一個小時 我沒事 其實 被人 醒了做Live 哈哈哈哈 我到一讀留言 啊 家文哥 謝謝你啊 我會加油的了 啊 Kenny 對啊 仙人掌啊 真的超多仙人掌 是仙人掌 海啊 可以叫做 因為 那裡 起碼踩了十幾分鐘 都是仙人掌 而且 那裡突然間 有個急彎 是 那些海邊 全部都是 用岩石 那些岩石來的 這是一個特點來的 我就 我見識少而已 不過 但我沒有見過那些海邊 其實 我們經過的所有海邊 海邊的石 都是一些 黑色的石 和泥 好像很骯髒 但其實你看到水 是很清的 它不是灰泥的泥 而那些泥的形狀 你認得出 你看National Geographic 有時候 熔岩 凍了之後 變成那個樣子 像月球樣子 對 而 濟州人 也習慣了 跟這些 熔岩石 一起生活 他們 都 拿這些石 去建屋 外面的圍牆 所以 有些比較經典的屋 你看到 它圍著 好像香港的圍村 有一幢矮牆 那幢矮牆 全部都是用這些 黑灰色的石 去搭成 挺特別的 而且我發現他們很喜歡用便便去種植物 因為 全世界都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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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